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了 我觉得这个是大概是改革以来一直有的一个话题 前两年大家知道这个所谓的关于公共物品缺乏的这个讨论 实际上就是使人对这个中国的低福利状态有一种反思 那么这个福利和自由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 我觉得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下 这个国外是一种什么关系 中国又是一种什么关系 我觉得这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那么当然要了解中国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当然也有必要去关心 就是在国外到底这个所谓福利国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在一个什么背景下出现的 现在又出现了些什么问题 那可能很多观众尤其是关心中国在今天的整个的福利制度 和一些福利的现状 特别是我们会听到媒体上通常用的这个词 弱势群体当中的很多人会怀念当年毛泽东的那个时代 觉得看病不花钱 上学不花钱 住房不花钱 很多东西都不花钱 觉得那个时候的福利要比现在好得多 那您了解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会不会理解老百姓的这种情绪 我觉得这种情绪有一个真实的一面 那就是在我们改革的过程中 由于我们这种改革的特殊的一种背景 比如说经济改革先行 政治改革之后 所以就造成很多人在觉得这个改革有点不好的时候 他们往往觉得他们失去的福利和他们得到的自由是不能成正比的 或者说是这个代价和这个所得是不能成正比的 但是我这里讲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 假如中国的这个发展进程向另外一方面变 比如说我们向左的方面摆 或者说像被有些人称为保守的那方面摆 也会产生同样的问题 就当我们对现实的抱怨过程中 我们要注意不要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至于从绝对量上来讲 毛泽东时代的福利情况到底怎么样 那我觉得可以毫不迟疑的说 毛泽东时代 中国也是一个低福利的时代 而且是我觉得这个低福利不仅比西方所谓的福利国家要低 就是比西方一些号称是自由放任的国家 其实也要更低 我在毛泽东时代在一个很穷的地方待过 那个时候对于穷人采取的一种特殊待遇就是 你可以买返销粮 但是这不是国家给你的 这是你要掏钱买的 实在你没有钱买了 国家可以给你贷款 但是也不是得给的 救济还是有的 但是那是极少 不可能有面上的救济 所以要说国家的这个福利 在毛泽东时代实际上也是 也是很 也是很差的 而毛泽东时代真正享受到福利的主要是城里人 尤其是国企的工人 那国企的工人当然他们尤其是在改革过程中 他们会感到福利的减少 这个是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从传国的范围讲的话 那么毛泽东时代那种只覆盖中国人口百分之十几的那种福利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它也是一种特权 也就是说收入多的人福利也多 收入少的人福利也少 福利基本上是一种特权 是和特权粘贴在一起的 那这种福利当然我觉得是和我们今天讲的这种福利国家完全是应该说是两回事 那能有一种制度来保证在福利和自由之间我们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吗 我觉得你提的这个问题是西方的问题 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也就是包括沙科奇他们面临的那种问题 对于中国老实说 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在福利与自由之间取得平衡点的问题 而是中国现在啊自由的增加和福利的增加 其实应该是完全同步的 没有任何矛盾 因为中国现在解决需要的是基本福利和基本自由的问题 这两者是没有矛盾的 这个比如说城市里头的穷人 国家不管他们 他们可以施大乱建 于是就形成了我们经常指责的很厉害的那个贫民窟 是吧 我们经常说农民不应该有这样那样的自由 原因就是怕自由太多了 城里会出现贫民窟 是吧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就用福利的办法 是吧 就搞了很多什么公务社区啊 什么这些东西 就是就是把这些贫民都安置在里头 是吧 那当然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是吧 就是说你允许他施大乱建好呢 还是国家把他们用福利的办法解决他们好呢 可是在中国这两者都没有啊 中国的一般的老百姓 尤其是 那个刚刚进城的一亿多 城市新移民 是吧 他是既不允许他们施大乱建 也不会给他们提供福利房的 是吧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现在我觉得根本不存在着什么平衡不平衡的问题 是吧 他们需要的是 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 是需要多一点自由 多一点福利 好 那我想对于民主福利 对于社会福利 我们应该如何的去理解他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用掌声来有请秦辉先生给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 我今天就想讲几个问题 是吧 第一是什么是福利国家 第二 我要讲什么不是福利国家 第三 为什么会出现福利国家 第四 福利国家的成就危机和应对 第五 福利国家会消失吗 第六 就是福利国家的历史对我们的启示 是吧 这主要就讲的是中国的问题 首先什么是福利国家呢 用我的话来讲 一言以蔽之 福利国家 就是 以民主国家干预的方式 调整 群体全界 是吧 也就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界 以矫正 放任性市场中的一种毛病 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赢家通吃 实现平等和效率的平衡 那么通常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做法 第一种 是间接的干预 这种干预它不直接搞二次分配 而是通过增发货币 实行辞职预算 扩大公共开支 举办公共工程 来制造景气 刺激投资和消费 促进充分就业 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新政凯恩斯模式 第二 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狭义的福利国家 就是直接的二次分配 采取高税收高福利的方式 不是从投资 而是直接从分配入手 实现转移支付 取付益品 建立社会保障 这其中又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国家负全面责任的 就是这个转移支付 由国家的途径来进行 还有一种是国家社会统筹结合的类型 比如最常见的就是国家企业 个人三方共同负担 国家给一部分 然后强制性的企业给一部分 然后个人当然也要掏一点 这种三方统筹 那么这是从 转移支付的方式 至于转移支付的内容 最简单的就是所谓现代三大福利 就是养老 医疗和实业保险 接下来的 就是最低收入保障 和医务教育制度 这也是现在一般来说都需要做的 第三 这就是我们下面要提到的 福利社区 也就是连租公务制度 就是解决这个都市穷人的问题 第四 就是在劳资关系中 实行所谓的劳工保护 第五 是一些特殊群体的保护 比如说土著 少数主义 这些特殊群体 第六 当然最高级的一种形式 就是从摇篮到坟墓的 船方位保障 那么除了以下两种以外 还有第三种 这就是更为直接的 所谓社会主义措施 也就是国家直接新办 盈利性企业 来取得公共积累 用于提供公共福利 民主国家中这种做法 过去在有些国家 比重是比较大的 比如法国 奥地利 乃至像印度这样的 发展中国家 但是今天 这种做法应该说是越来越少 这第三种做法 看起来是 的确是比较过时了 公民权利与政府责任 谁在左右着福利国家的界定标准 一个世纪光辉成就的积淀 如今矛盾为何日益尖锐 民主福利国家道路的探索 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那么什么不是福利国家呢 很多自由放任论者 他往往指出福利国家是一种大政府的主张 强调政府应该管很多事 但是我觉得严格说来 福利国家 他指的只是大责任政府 而未必是大权力政府 尤其不是权力无限制的政府 那么我们现在讲的福利国家 到底是什么呢 什么东西不是福利国家呢 我觉得有三个标准可以判断 第一 福利国家中的福利是政府责任 什么叫政府责任 那就是老百姓要求政府不得不做的那些事情 而不是大救星的善意弄权 比如说我们知道瑞典是一个福利国家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瑞典的福利往往是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统治者都不能不搞的 是吧 我们知道瑞典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右派执政的时期 是吧 比如说九十年代瑞典就有很长一段 时间社民党下台了 是吧 自由党上台执政 是吧 自由党其实是不喜欢福利国家的 是吧 但是在那种制度下 你不搞不行的 你是承担了这个责任的 除非你能够说服大家 取消福利立法 是吧 但是苏联为什么会有福利呢 原因是因为这个统治者他有一个意识形态 是吧 他认为这个搞那种大国犯是一个好东西 是吧 但是这只是他的一种爱好 这个爱好我们可以说是好的 也可以说是坏的 是吧 但是这不要紧 关键在于这个统治者的爱好你是没办法制约他的 他喜欢了他给你 他如果不喜欢他就可以不给你 第二 福利国家中的二次分配 必须是一种正条件 也就是说 在没有二次分配的时候 是吧 这个社会的贫富分化比较厉害 搞了二次分配 贫富分化是会有所缓和的 比如反映在数值上 那就是二次分配以前的基尼系数要比二次分配以后的基尼系数要大 但是如果是一种负调节 也就是福利特权化 公共物品非公共化 二次分配以后的基尼系数不降 反而会上升 这老实说并不是不可想象的 是吧 我们当年古代有一位思想家叫做黄中熙 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制度 是吧 就是利不欲其宜于下 福必欲其炼于上 是吧 说这个利绝对不能让它落在下面 而福必须集中在上面 是吧 这也是一种调节 但是这个调节成了一种反调节 是吧 它不是压抑 而是扩大了两极分化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富福利 这个富福利 就是用强权来截贫济 它的不公正 我觉得胜于零富利 或者自由放任 是吧 自由放任或者零福利 还要比富福利 要有利于老百姓 是吧 因此我们说啊 这样的一种福利 就不能叫做福利国家 第三 所谓福利国家的福利 它必须是公民的权利 政府的责任 而不能反过来 比如说 对于流浪汉 是吧 很多国家都有一种救济制度 在前两年 孙志刚这个事件出现以后 我们很多地方搞了 这个救济制度的改革 天津就是一个例子 据说天津的救济改革 就是明确了 对流浪汉的救济是 想来就来 想去就去 是吧 就是他要求你救济 你有责任救济他 但是你不能把他抓起来 政府提供免费教育 那是福利 是吧 我上不起学 我要找政府 是吧 政府有责任 为我提供免费教育 但是 政府把无力掏钱 供孩子上学的家长 抓起来游街示众 那就不是福利 总而言之 是吧 所谓福利 它是公民的权利 政府的责任 而不是政府的权利 公民的责任 当然这里不能排除 在福利体制下 公民个人 有时候也应该承担一些 强制性的责任 但是 如果完全是强制的 那就不叫社会福利了 只有在国家承担 这个大头责任的情况下 他才能要求你附带 也承担一部分责任 那么第四 福利国家到现在为止 他做了些什么呢 他面临什么危机呢 他如何去应对呢 现在 这个发达国家的这些 福利社会的建设 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 如果从彼斯迈算起 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 从新政算起 也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刚才讲的这些 这个所谓的三大福利 最低保障 义务教育等等 在不同的国家 都有长足的发展 那么基本福利 已经成了一种人权 它已经成为现在的一种公认的价值 这是所谓的成就 应该说 虽然早在六十年代 就有福利国家危机的说法 但是福利国家危机 真正尖锐化 恐怕是九十年代的事情 福利国家的确产生了 非常严重的问题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法国这次的大选 就是一个爆发 那么福利国家 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简单的 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 这么七个方面 第一 就是所谓的福利病 有人把它叫做过度福利 就是福利太多了 人们的创业精神 人们的闯进就没了 更有人说 就是所谓的福利国家 会变成大锅饭 会导致效率损失 会导致所谓高福利又倒下的失业率 在有一些国家 这个失业救济金很高 这个社会保障 那个水平高到和在业 在港的工人差不多 那很多人就不愿意干活了 像法国这个问题就很严重 一方面是投资率下降 很多人无业可救 另一方面 高福利也造成了很多人 有业不救 第二 有人把它叫做第二种政府失灵 通常人们认为 政府在提供私人物品 这个问题上是失灵的 但是80年代以来 不少学者指出 政府其实在提供公共物品上 也有失灵的现象 是吧 比如说很多福利国家 他们都出现官僚化的趋势 都出现资源浪费 这是第二 第三 在发达国家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老龄社会与移民问题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就导致了被养的人越来越多 是吧 那个养人的人 逐渐减少 是吧 那么原来的这个福利体系 就变得难以为继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移民问题 是吧 大家知道 这个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制度 是吸引移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 这个 这个途径 但是大量的移民到了这些国家以后 他们往往 又很难 是吧 被这个福利体制所接待 于是在这些国家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移民冲突 是吧 包括 大家 可能都知道的 法国在 前年 是吧 就出现了规模很大的 这个 这个移民骚动 移民冲突 政府失灵 全球化冲击 福利并泛滥 深陷四面除割得窘境 福利国家何以突充重为 社会福利 消失还是改革 责任政府 有为还是不为 民主福利国家道路的看索 世纪大奖堂正在播出 我前面讲的这三种 可以说 都是福利制度本身可能带来的问题 那么我后面讲的这几种 就特指民主福利国家会带来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民主福利国家会有一种现象 老百姓希望权力尽量小 责任尽量大的 最好政府 这样一来 就导致了 这些国家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中 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 这个政策向右 往往是老百姓要求更多的个人自由 但是他们不愿意削减福利 是吧 而政策向左的时候 往往体现了老百姓要求更多的福利 但是他们不愿意削减自由 是吧 那么这就导致这个权力和责任的某种失衡 我把它称之为反向的持货效应 第五 我刚才讲的是对发达国家 如果是对 转轨国家 比如说东欧这样类型的国家 加剧了转轨过程的危机 是吧 这怎么说呢 那就是在民主的条件下 原来东欧国家的那种强大的权力 很快就被削弱了 但是他们原来承担的那些责任 却很难被削弱 这个现象我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 叫做什么呢 叫做民主分家麻烦大 福利国家包袱多 工会下跑投资者 农会赶走圈地客 是吧 这个现象老实说 从我们中国人的眼光看是一件好事 因为老百姓的地位很高 是吧 但是对于转轨时期的经济来讲 它是有一定的问题 是吧 因为这样一来 这个投资率就下降 是吧 所以这个东欧国家 它在转型期都面临着一些麻烦 这个麻烦 有些人说 是因为他们搞了什么休克疗法 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老实说 在民主国家搞休克疗法 谈何容易 当官的想休克就能休克得了吗 老百姓愿不愿休克 是吧 这种事情 是吧 很多人好像是不考虑的 是吧 往往所谓休克疗法 在那些国家往往都是讲讲而已 这是第五个问题 第六个问题 全球化造成的新挑战 我们知道在没有全球化的时候 这个福利国家 不管怎么说 是吧 还能够正常运作 但是一全球化就麻烦了 在全球化的时代 资本对于工会惹不起躲得起 造成的一种现象 就是资本流出 廉价商品大量的拥入 资本流出造成的一个结果 就是税源减少 我们大家知道 福利国家最基本的机制 就是高税收 高福利 是吧 如果这个资本都流出了 你税从哪里来 是吧 税源减少 导致的一个后果 工会失去了谈判能力 九十年代以来 这个欧洲主要发达国家 普遍出现 这个工会边缘化的趋势 第七 就是福利国家和 现在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冲突 对这些发达国家而言 其实老实说 如果正常情况下 发展对于他们来讲 已经不是什么问题 是吧 他们现在很多人都 愿意追求一种 更潇洒的自由 是吧 在经济学上叫做 不是利润最大化 而是闲暇最大化 如果你是在一个国家内 这样可以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个民族国家体系 每个国家之间是有竞争的 国家竞争难回避 如果你不看美国 法国人会觉得他的日子过得不错 是吧 但是你看看美国 他们就坐不住 在民族国家的这个条件下 是吧 这个竞争压力就使得你 你不能不感到很大的危机 那么 现在的民族福利国家 怎么应对这些危机呢 跟我讲的下面七个相对应 是吧 现在也有这么七个趋势 第一 那就是争取 适度降低福利标准 减税 私有化等等 但是这里头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如何跳出 我前面讲的 所谓宪权容易卸责难的怪权 这个 Kosaki 是吧 他的当选 就表明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 他是一方面强调政府的权力 要增加 另外一方面又强调政府的责任要减少 是吧 像这样的人在 在在西方的政治体系中啊 应该说是很少的 西方体系中啊 要么就是主张大国家的 是吧 那是主张 权力也大 责任也大的 要么是主张小国家的 是吧 就是权力也小 那个 责任也小的 第二 那就是在降低福利标准 有一定的局限的情况下 变书学为造学 从直接调节分配 变为调节机会 影响分配 简单的讲 就是公共财政 从单纯扶贫 转为增加教育和职业培训投入 是吧 现在那个 大家知道 前几年那个吉登师的第三条道路 很有名 说你少搞点福利 多搞点教育 这是第二个主张 第三个主张 那就是针对这个所谓第二种政府失灵的 现在很多人 主张 把政府直接提供服务 变成 政府资助穷人 去购买服务 也就是说 你政府不要办那么多的 公立医院 公立教育 你干脆直接把钱 给穷人 让这些穷人 在市场上去购买 他们认为 他们比较信得过的 那个教育 第四种办法 就是与第三部门合作 把政府直接办公益 变成政府资助第三部门办公益 但是这个说法是有争议的 是吧 这个说法 现在被很多这个力图改变福利国家做法的这些 呃 这些政府 呃 作为一个思路 是吧 但是这个思路究竟走不走得通 还是一个问题 第五 更激进的一种设想 也是寄希望于第三部门 是吧 有人认为 第三部门可以发动一场全球社团革命 来取代福利国家 这个美国的Lifkin和波兰的Saf 是吧 呃 都写了两本内容差不多的书 是吧 强调 叫做 啊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工作终结的时代 是吧 他强调啊 用福利国家的办法 来保证就业 实际上就是使大家的工作时间越来越短 他出的一个主意就是 我们要提倡创造公益的就业 来取代创造利益的就利润的就业 是吧 呃 他们认为要大力发展第三部门 用第三部门 是吧 来承担就业责任 是吧 来逐渐啊 解决这个福利和就业困境 第六种想法 那就比较保守 实际上是 重新树立 移民壁垒 贸易壁垒 来消极的阻挡 全球化 对福利体制的冲击 现在我们中国面临的 啊 对不动不动就对中国搞反倾销 是吧 甚至在欧洲一些国家出现烧中国商店 是吧 那么第七 有人提出 我们可以积极的应对全球化 也就是说 全球化 要求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模式 啊 这就是很多欧洲国家在推进欧洲统一 推进超国家治理的啊 一个原因 是吧 包括沙科奇本人也是这样 是吧 这个沙科奇本人 他是要许诺啊 重新推进欧陷公投的 是吧 重新推动这个 一体化进程的 这个全球化 要从商品资本领域 要发展到 劳工权益 和更广泛的人权标准的 全球化 但是 我这里要说 目前这些对策 的进展和效果 还不明显 福利国家危机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还是很难缓解 那么这就谈到 我们要讲的第五个问题 福利国家会消失吗 我觉得不会的 为什么不会呢 讲的简单一点 人性有向善的动机 人是有理想的 而理想从来就是多元的 自由与平等 这两个理想 是不能互相取代的 更重要的是 人性也有局限 人性难免要逐利 是吧 人们要追求利益 所以爱好自由 喜欢竞争 但是人性 也难免阙诺 害怕风险 所以他又有害怕竞争 追求保护的一面 所以这就决定了 在民主制度下 永远会有左右两派 往好了说 那么是他们分别追求 平等和自由 往坏了说 也可以说 他们分别体现了 怯懦与自私 往好了说 人总是有理想 往坏了说 人总是有局限 第三 从目前福利国家的危机看 我觉得 它的确反映了公平竞争背景下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效率与平等的两难选择 但是这个两难选择对于发达国家来讲 并不是很严重的 对于他们来讲 福利国家的这一点弊病 他们并不认为是个很大的弊病 真正的问题在于 你怎么应付国家竞争 最关键的是 物明说 它取决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体系的前景 反全球化显然是没有前途的 那么全球化能否超越 如今只限于商品资本全球化的状况 而扩大到更大的领域呢 这一点对福利国家的前景 关系 最后我要谈到福利国家对我们的启示 我已经讲了 我们国家历史上是一个低自由低福利的国家 那么因此 中国基本上不存在自由放任 还是福利国家的问题 改革与现代化的过程中 我们争取的是基本自由和基本福利 也就是说 与其说这是第三条道路 不如说这是一种最基本的底线 我觉得最近两年来 是吧 我们政府 我们领导 是吧 开始加大了建设福利制度的努力 这毫无疑问 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趋势 是吧 这是一个好现象 但是推进自由的任务仍然存在 在中国福利不足 从来不是因为自由太多造成的 反过来也一样 是吧 自由不足也不是因为中国人的福利太多造成的 第二 福利国家 首先是民主国家 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因此福利建设和民主建设 其实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事情 中国面临严重的公共品不足的问题 但是更重要的是公共品的公共性得不到保证的问题 是吧 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 我们现在搞大政府 恐怕同样会搞得一塌糊涂 所以啊 我觉得啊 我们首先要把公 要让公共财品 真正的公共化 其次 才是增加它的供给的问题 我刚才讲的是 这个建设福利社会 你必须要有民主来保证 但是反过来讲 建设民主 其实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路径 那就是为福利而问责 是吧 我们知道啊 其实宪政制度也没有什么神秘的 是吧 所谓宪政制度 其实就是通过宪权问责 来实现权责对应 解决权过大责过小的问题 而这个事业 其实就是 从两个方面来解决的 一方面就是要建立问责机制 另一方面就是要建立宪权机制 当我们的权力逐渐逐渐受到限制 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统治责任 真正可以追问的时候 我们离宪政也就逐渐逐渐接近了 是吧 因此啊 我觉得啊 这种问责和宪权的意义 绝不下于我们经常讲的扩大直接选举 那么第三 在当前的这个全球化格局中 我们这种低自由低福利的状态 似乎是有一种特殊的竞争力 是吧 由于我们这个经济目前增长的速度特别快 是吧 因此西方左右两派经济学家 都喜欢用中国的增长来为他们的理论做注解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现象 叫做现在世界上是左右共战中国 是吧 左派夸奖中国不那么自由 是吧 不搞自由放任 右派夸奖中国不那么福利 是吧 不搞福利国家 而将来这个高政党的这个进程 一旦发生变化 今天的左右共战 变成左右共怨 是一点都不困难的 而同时 这种状态 虽然在当前的中国带来了高增长 但是在中国国内社会对增长成果的分享上 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 因此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今天提出 福利国家 它的未来的前景是不确定的 但是对于中国来讲 我们还需要为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福利 奋斗 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秦辉先生带给我们的精彩的演讲 刚才在这个演讲当中呢 你也特别谈到了民主和福利之间的关系 也专门涉及到了中国 您的说法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中国之所以从历史上一直都是一个低福利的国家 可能和中国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西方意义上的这种民主制度有关系 或者说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当然是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呢 在中国不离强调这个所谓 所谓自由和福利的矛盾 或者是政治 中国的这个连租公屋现在盖的少 并不是因为老百姓有了太多的十大乱建的自由 反过来讲是吧老百姓现在这个这个基本上他没有所谓的 那个那个呃 就是自己盖那种比较简陋房子的那种那种自由 这也不是因为中国的福利房盖的太多 是吧 所以我觉得呃在这个问题上呃 并不存在着就是两者的冲突 但是这两者恐怕呃都需要在这个呃 这一个一个一个民主的这个背景下 能够得到呃更大的进步 有一些网友我们征求到了他们的问题也是关于福利制度的呃 嗯就有一个网友的名字叫天下大同 他说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强那么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呢 也在不断的增加 那在未来这个福利国家的模式是不是也会最终变成呃相当呃相似相近甚至是全球化一体化的呃 呃我觉得的确是有可能这样的 但是我更确切的说是希望是这样的 嗯嗯是吧因为如果这种呃目前的这种机制不改变的确有一个问题就是会产生一种呃 呃全球化过程中产生一种所谓的呃列币驱逐良币的这样一种效应呃呃就是这个所谓的福利国家呃 呃竞争不过这个所谓的低福利国家呃低福利国家又竞争不过所谓的低人权国家呃是吧就出现这样一种状态 那这个当然就会有一定的问题 比如说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个市场而不是这个商品和资本的呃全球性流动是吧呃或者说上市场规则的全球化是吧 那么是不是这个比如说劳工标准上我们也应该向国际规则看齐呢 我们现在经常讲一个话要向国际接轨嘛是吧这个国际接轨其中也包括那个那个比如说劳工标准啊 比如说那个呃一般的这个呃基本社会经济权利啊呃这种意义上的标准 嗯好谢谢 接下来呢请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和秦辉先生来交流一下 秦老师呃您好呃现在中国建立福利制度可能面临一个很大的人口压力您认为应该怎样解决这种福利制度和人口压力之间的关系呢 谢谢 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中国的福利啊现在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这是很难签订的 正如任何福利国家的福利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都不是一个固定的一样 是吧呃老实说在中国的这个呃改革进程中人们不断的就这个问题进行博弈 我觉得啊呃中国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呃恐怕这个呃的确是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 也就是说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讲 他的福利呃是不可能是太高水平的 但是中国由于呃种种原因吧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呃实行了多年的这种呃计划省育政策 造成了中国现在这个人口老龄化正在急速的发展 那么这又提出了中国这个福利水平不能太低的要求是吧 如果没有福利保障这个老龄社会怎么度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是吧那么最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老实说我觉得只有靠各个利益集团 各个呃呃那个那个利益诉求利益群体是吧他们在他们的诉求中进行博弈是吧 在一个呃合理的政治框架内是吧取得一个大家都呃能够接受的一个结果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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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肯定是会导致这个福利的提高的 就中国农民目前的福利而言 我觉得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民一直是负福利制度的受害者 所以这个温家宝总理曾经有过一句话 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 就是对农民要多余少取 这个多余少取当然很重要的一个一点 就是用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办法 试图在农村建立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保障体系 但是这个保障体系目前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怎么跟农村来对接这样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民主国家 他们这个国家如果要织农 他们老实说不可能把国家的资金 发给每一个农民 还是要和农民中的组织发生联系的 那么如果是这样 那么农民现在这种无组织化状态 或者说只有官方组织化的这种状态 那就产生了一个困境 我们这个政府它也的确有非常之好的这个想法 是吧 愿意加大对这个农村的这个转移支付的这个力度 但是这个转移支付在目前那只好发给各个部门 然后让他们给农民办事 那么这就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年来这两年 这个传媒一直讨论的 就是这个公共财政的进入啊 搞不好会变成所谓的部门分肥 所以这个问题的解决 实际上当然要从这个 这个这个民主化过程本身 是吧 它要有一个对应的过程 非常感谢秦辉先生呢 今天给我们进行很精彩的演讲 的确作为民主制度的一个产物 社会福利 其实它就像一把双刃剑也有着它的两面性 它曾经给很多的民主国家带来过巨大的成就 但同时呢 它也蕴藏着一些危机 那在最近呢 我们也看到一些西方主要的民主国家 都纷纷的开始对过度的福利政策进行改革 我想这也意味着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许多民众的再一次重新的选择 而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 我想我们来研究民主和福利之间的关系 自由和福利之间的关系 无疑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 社会改革乃至于政治改革 都会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再次感谢秦辉先生 也非常感谢今天我们在座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各位老师和同学 下周同一时间 世纪大讲堂 我们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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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